8000块钱买了一台加长的蝴蝶奔 哇哇快看 一台加长的林肯 一台加长的奔驰 我去 现在还找不到这种车啊 就丢在这里亮脚垫 加长的S500 W20蝴蝶奔 加长的林肯 这个已经是战损成色了 因为它这个车太长了 你必须要有AE的驾驶证才能开 我们父母那一辈就喜欢用这种加长的车来做分车 老铁 你这太可惜了 你就放在这里晒脚垫 这手机就到期了 这不容易上路的了 这反正你也不要了 你要不卖给我吧 这个东西你都要 我放在这里就当地方 我准备去卖费品了 对那这样我看一下这个城色车矿 然后我等一下再跟你商量价格 可以 好吧好吧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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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行我得叫个师傅来看 我觉得这些什么仪表台啊方向盘标条 我们都还能买得到 买了买了 主要是后面 哇 这个就有点 哇 门皮 座椅没关系 座椅我们都可以翻 我觉得这个翻新一下应该是还有的 你看看股价啊 发动机也没有问题 它这发动机还能不能打得着 S500发缸的发动机 发动机打着还有希望吗 发动机问题不大 哇 这里面都是老鼠在这做锅了 知道吗 它这四个避震已经全塌掉了 一纸板这里也被挤变形了 我觉得这个车特别适合去做那个气动避震 VIP改装 就整个车这样下去 哇 这么长一个VIP风格太酷了 OK 那这台车就这样定了 我们去看一下林肯 哇 这个车就得搞了 哈哈 这个车搞不了 这车我估计买不到配件了 这好像之前撞过吧 这样看 基本上骨架就那样了 哇 这些老车真的巨臭 我们看一下后排 哦 内饰真的蛮豪华的 里面以前是个小酒吧 那样的 这台车可能翻起来就困难了 配件柜工程大 主要它出过事故 感觉这个结构都不行了 哎 好可惜啊 哎 师傅你看这样能不能实现啊 就是它里面这一圈沙沙 其实非常漂亮 造型也好 这个车这个骨架已经烂了 没用了 我们把它切了 留这个沙发 我们把这个沙发做一个底座 然后把皮全部重新弄一下 翻一个非常漂亮的 它可以实现的 工程价小多的 翻这个车我觉得没个 搞不定 搞不定 OK 那就那么敲定了 这台S500蝴蝶奔 家常的啊 我们就把它的外观 内饰 包括发动机 全部翻新准备一下 让它能够漂漂亮亮的 还能够动起来 那这台林肯呢 我们就把它改造成一个 非常漂亮的汽车沙发 大概都没开 大概都没开 哈哈哈哈 哦对 嗯 怎么说 反正这两台我都要 你看着吧 这台车况好一点 那台基本上没用 这台就8天 那台就5天了 那你去自己拖走 我什么都不管了 嗯 感觉 运气 很 很高 高一 高一 哈哈哈哈 这是个难题啊 怎么把它搞回去 太长了 叫了一个超大拖车试一下 这个拖上去可能要刮底哦 只能这样蹭着上了 这排序把地都刮坏了 走吧 回去接车 哈哈哈哈 能往里面卸吧 啊 耶 能关门吗 因为是后驱 而且带了个批档载 所以后轮人家推不动了 这还有非常经典的 林肯的密码锁 哎呀 终于卸好了两台车 OK 这两台车已经完全搞定了 接下来看我们俩怎么把它们 变废为宝 我花5000块钱买回的 加长林肯 把它切了 看看里面会是什么样 因为这台加长的S500 它的悬挂塌了 没办法正常移动 所以我们给它定做了一套悬挂 等它能够正常移动了之后 再对它的外观进行翻新 那么今天我们就先把外面的那台 加长林肯 切了 好走 开切了 我承车那些玩意儿 等一会儿 OK 哇 船档揉下来了 我们沿着这个沙发的位置 这里给它切开 前面呢 我们要保留这个弯角 就从A柱的位置切开 这样就能保留整张 非常漂亮的沙发了 先从顶开始切 这皮质的特定见过没有 之前切过一台甲克虫坐沙发 结果流产 流产 这个这个林肯 绝对不会流产 曾几何时 这也是当年哪个大佬的坐驾 你们看这就是以前的豪华感 然后镜子 然后烟灰缸 反正就是以前那个年代的豪华感 开切了 盖家大了 哎呦 骨架也坏了 沙发背后已经是这样了 就剩一个皮是好的了 几乎等于重做 重做吧 哇 我沙发转角的靠背就这么下来了 你不能光把我这个皮损下来 这个底座还是要的 你得切啊 打我好多搞啊 好 终于搞出来了 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个沙发给它拼回去 这是沙发的泡背 这是沙发的垫子 一个非常精致的家常林肯原装沙发 就被我们给搞下来了 坐一下试一下啊 哇 哎 这个皮真的非常的弱 你看我坐下来直接陷下去了 所以我们皮就不换了 但是这个底座我们要重新做 然后包括背面 你看后面这些木头 也是已经全部烂了 这要重新做 到时候再加一个底座 它就会变成一个非常漂亮 非常哇塞的休闲大沙发 OK 这个沙发拆下来了 车子也切开了 剩下的还挺浪费的 你们觉得这个车头和车尾 还能做些什么呢 今天我们要把这台8000块钱收回来的 家常蝴蝶奔 内饰给它全部拆解出来 顺便看一下 这个老东西还能不能打得着 这台车还挺奇怪的 带你们看几个地方 门板 中网 包括这门边的胶条 全部都被拆下来了 再看车身上 这些镀银条全部都用胶带粘住了 贴纸是说明这台车重新喷过漆了 还没来得及撕掉 所以可以推断这台车 当时是在一个带翻新的状态 也不知道为什么 他上一任的主人 因此就把他给放弃了 但是没关系 我和老周接下来 会重新给他一次生命 来吧 把里面的东西都搬出来 给戴个口罩 里面全是老鼠屎 坐垫都搞下来了 这奔驰标的飞出来了 啊 太恶心了 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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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我眼泪都要出来了 我太恶心了 给你们看一下他原来的样子啊 我发现这车没天窗呢 可能对于富豪来说 私密比天窗更重要吧 也许以前的老板就是坐在这种车上 前面有个司机 然后哎 面对面的谈起了声音 坐老板 我什么时候在当老板啊 你是老板 你要坐我对面 嗯 你得岔着坐 要么我得岔着坐 哎 举举怎么做怎么别扭哈 与我无果 啊 就就不谈事的时候哎 就这样子 还有你们 哈哈哈哈 我当我发现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东西 可以在车里耍杂技 我们看一下车里这个柜子 哇 上面都是蜘蛛 里面会有什么东西 这皮 皮卡的了 你该好好补补啊 哇 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是杯架 下面也是杯架 烟灰缸 橱河 这管子是 哎呦 这个氛围灯 哦 这氛围灯啊 糟糕 你们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吗 我也不知道 但是好像有什么虫子 在里面住窝了 哎 下面还有抽屉啊 是这样开的 我好怕人家窜出来一个什么 你们懂 安全带什么的下面 还有一盒不知道什么东西 这边也有 哇 里面还用这种隔音隔温的棉装起来的 感觉就是以前那些老板 拿来放现金 啊 你看我坐在老板位 这里有一排的按键 挨个给你们解释一下啊 空调的温度 空调的风速 AC开关 这个类似于像天窗一样的 这是玻璃隔断 这个是实体隔断的开关 这个是角窝灯的开关 顶灯的开关 氛围灯的开关 霓虹灯的开关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我没人知道了 这边还是一个松下的CDG 这以前那么老的车 这奔驰都已经懂得玩氛围了 大不得快乐你想象不到 你知道吗 我们试一下能不能给他把电通起来 我们看一下他的电瓶 来师傅 这里有他以前的车牌 辽币1668 看以前是一个大连的大佬的座架 我们给他换个新的电瓶上去 有个宝马的座椅 也行呐 奔驰的车换个宝马的电瓶 这有什么以前我QQ还换法拉利的电瓶 电瓶一接上好像开始工作了 灯亮了 来现在我们看一下里面能不能亮起来 没有 过去线路还有问题 看一下前排 哇 他仪表已经亮起来了 这个显示频道已经有点看不清了 但是我影院能看到里面是31665公里 试下能不能着车 不行 打不着 刚老周检查了一下 这台车整车的线路有问题 变速箱有问题 马达有问题 油泵也有问题 所以我们首先还是把他的4条避震给换了 让他的车身能够松起来 推着他前进后退之后 我们给他的外观去进行一个翻新 我知道很多人会很着急 没有耐心 跟我一样 我也很想去看到他最终的一个结果 但是车子整备是需要花时间的 然后很多配件暂时还到不了位 就目前来说还挺难的 你们可以点赞收藏起来支持一下 我们一起再去见证他的时间 老奔驰的质量不错哈 哈哈哈哈 今天我一定要把这台蝴蝶奔打招 老周 配件到了没有 到了到了 一个七五包 一个七五包 换了就能找 一般人没问题 我们创造试一下 哎老周 你说我八千块 特有 好整体 难怪叫小刚 我八千块买回来这台车 得修掉多少钱 半块 吃方钱要不够了 我们先拿这个七五奔和七五格多少钱 他不得哪千块 这么贵 我们不要 我们呀 去吧 这还挺能接受 这个大的是汽油泵 小的是汽油格 我们把它换了 看看能不能打得着 好多油 上车 通好了 把它降下来看一下 在里面看发动机 这台车1999年的款 2001年上的牌 因为我对老车确实不熟悉 特意去查了一下 我现在只能查到04款的 S500 5.5升 V8 388马力 V8的自然吸气 应该是一个天籁之音 知道能不能打造 可以点火的吗 可以可以可以 它要是等5秒钟 再快要是等5秒钟 这样就等6分 一个字绝 哇塞 是真的 错误 因为我们刚换了汽油泵 所以我们重复的开电关电 让它的汽油压力会够 能够到发动机 我现在才发现它是BOSS音响 以前这些老车的音响都是非常牛逼的 好激动啊 不知道打不打得着 来吧 BOSS音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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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糟了 有它仪表怎么红了 这个箭头指着车顶 他打气也要趁地震 这四个气瓶应该都漏了 打不起来了 我们等它车子热一下 轰凉脚排气给你们听一下 反正现在它声音都是正常的 没有任何异点 老奔驰的质量不错哈 哈哈哈 可以踩排气了吗 没你啊 再热一会吧 冷车不要乱踩油啊 等下踩爆缸了 好 开始踩了 哇 这真的是V8的天籁之音啊 我觉得我们真的得找个机会 把这个中尾段拆下来再停一下 太有成就感了 哇 后面这些全是排气管里面喷出来的袖渣 发动机能打着 那就一切都好说 接下来我会给它换4条气动避震 让它能够升起来 这样就能上拖车给它的外观 内饰进行全部的翻新 不要着急啊 请给我们10天半个月的时间 我们再一起见证这台1999款 家常S500蝴蝶奔的重生 之前一台8000块钱的蝴蝶奔 引起了8000多万次的关注 今天它终于重生 我们又能一起见证 外观上我用的这种叫 璀璨幽灵紫 在室内的时候它呈现的接近黑色 而在室外有阳光的时候 它会呈现一个深紫色 这种颜色特别适合这种 大型行政轿车 轮毂用了非常经典的 麦巴赫大饼 一会儿它有惊喜 我尽可能的去保留它原有的风格 还原90年代末的那种感觉 两个商业大佬坐在车里面 含着价值千万百万的生意 编上的秘书做着谈话记录 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二十年前 V8自然吸气的天赖 走给你们看那个小惊喜 因为这台车是没办法上路的 所以我给它装了气动避震 这是气瓶 接下来别眨眼 S级真的太适合 气动VIP风格了 从00年到22年 22年 时间让它变得破旧不堪 甚至差点没办法点着 但是丝毫没有冲刷掉 它的气质和气场 也许它早已被哪位大佬给遗忘 从北到南漂泊到这里 这一路上它经历了什么 我们永远不会知道 这世上也从来没有谁能永远陪着谁 但你的车会一直在原地 等你